在勞騰城國際保齡球中心 立刻也會進行頒獎儀式 兩場決賽也都是遠滿結束 女子方面由南韓球手李影星 以223分擊敗了中華台北的王瓦亭 成為了冠軍 至於男子方面 日本吉田大友以245分擊敗了218分的正行超 我先開始做了一場表 兩場表演出的分析 第一是在比賽中球球場 一場表演出的連賽中 開始表演出的一場表演出的 兩場表演出的分析 第一是最重要的表演出的 最重要的是观众的朋友们 每个範团都已经有个资料 所以观众没有说 为什么我们等待到资料 后一个範团是结束 最重要的是 球员都很高兴 而且结果是正确的 这新的资料 没有影响 每个球员都很高兴 看起来 我们可以期待 看起来 我认为 其他四个球员 我们将会使用这个 在下年 好的 谢谢 我刚刚访问了 刘长朱女士 问到她对于 新的计分资制 有什么看法 她说其实经过了 泰国站之后 就决定今次在澳门 用这个新的计分方法 她就说 那个公平度 的确是较好一些 感觉上 比赛就是 时间缩短了 其实刺激性也有在 她都说 觉得不太影响到 球手的发挥 是 她也说如果 未来的ABF Tour 她应该都会用这个 计分制度 没错 我们尽管继续看看 未来的比赛 是不是都是 沿用这个赛制 都正如Perry所说 可能真的 懂得打开保龄球 不是很习惯的 这种计分方法 但是不懂不熟 最怕计算那些 我觉得其实是OK的 容易明白 是 简单容易明白 刚才刘长朱女士都说 比较容易明白 没错 这个 他们都达到目的 其实也是想这样 从韩国上 张帕云和金美艾 从韩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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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两位球手 就是 分别是第三和第四名的 两位球手 就是南韩的张夏欣 和南韩的金陵美 另外请来 就是两位球手 南韩的列映 和中韩台北的王雅庭 去表明 配出线和赫典 代表明 带出线 去赫兹 dt 貴軍和電軍在他們四強的時候 拿到多少個分數來決定他們的名次 當然對於球手來說 其實獎金真的很重要 真的不可以說是屎賄 而是對於運動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我們看到冠軍球手 南韓的李映星有1000美元的冠軍獎金 亞軍中國台北的黃瓦亭有500美元 貴軍和電軍的球手都是獲得他們的獎金 貴軍球手就是南韓的金靈尾 他在準決賽時獲得199美元 我們現在領域的Demence Division 在第三位位是從韓國的李瓦祥 和從香港的吳祖宏 接著是男子的獎項 胡小康在四強的時候獲得223分 這次的變軍投手 第三名的就是南韓的李遠石 他的分數是245分 對於亞軍投手在決賽時獲得218分 輸了給吉田大郵的鄭恒超 吉田大郵的分數是245分 我們看到就是男子的冠亞軍的獎金 和女子的冠亞軍的獎金也是相同的 幾個老太多這個獎金 買家的獎金 有冠軍獎座之外 還有1,000美元的獎金 吉田大郵 在亞洲保齡球唱會賽 拿到冠軍的球手會有75分進獎 亞軍有60分 貴軍有46分 第四名就有45分 因為始終他們都是經過了澳門公開賽 才入到來巡迴賽的主賽圈 所以其實去到第16名的球手 都相計是有分數的 16名的球手就有13分的巡迴賽積分組的帳號 其實他們拿積分來做甚麼呢 他們有一個年中賽的 那個就會比較高獎金一點 沒錯 其實打很長的時間 因為第一站的時候就在三月頭開始打 來到澳門站就是第五站 接著第六站就會去到中華台北 第七站就會來到香港 我們都是會在中華台北站 和香港站的時候大家都有得看的 第八站就在十月的時候就會去到上海 第九站同樣在十月就會去印尼